這次菲律賓風災慈濟的鎮災物資當中 就有用回收的資源做成的毛毯 這是由大愛感恩科技公司 來收集全台灣各地的環保站 整理出來的寶特瓶 然後製成服裝還有鎮災用的毛毯 讓垃圾化為愛心 同時讓產品延續悟命 因為回收的資源都捐作工藝 還有不少的國內的知名設計師 也紛紛加入了 天氣變冷 只要圍上一條圍巾 就能讓你暖和許多 但你知道這條圍巾是怎麼來的嗎 答案就在裡頭 才一坐下 這群婆婆媽媽 就幾乎沒抬過頭 走進一橋才發現 寶特瓶前端處理第一步 就是去除瓶蓋和瓶環 別看個個頭髮畫白 年紀大 雙手俐落 三秒鐘就完成一個 戴手套然後就是那個 剪刀或是材質的部分 一定要往外 往外這樣子才不會去 為選會弄到自己 來到第二關幫寶特瓶分顏色 更是決定後端製造品質 優劣的關鍵 那到我們大概港溫科去的時候 他們原料就可以不用再加那種染劑 最後採點就成了 淡寶紡紗的重要材料 以一條圍巾只需要三到十支保特瓶 保暖披巾二十五支 正在眸探六十四支 從保特瓶化身多樣化的綠色產品 背後還有默默耕耘的團隊 擁有二十年專業經驗 留法歸國 資深設計師陳鴻翔六年前 因為深愛的母親離開人世 讓他最後決定轉戰大愛 延續母愛 進到這大愛感恩科技 延續媽媽那種 行善的一種一種精神 那裡面透了一層寶寶的紗 然後這個就會有一個層次感 揮別高薪和流行設計光環 投身到環保紡紗領域 手頭的材料只剩環保紗 加上不添加染劑 只有黑白灰綠藍 更是創意大挑戰 要如何從你有限的材質 有限的顏色 去做什麼簡約高雅 那又要符合有東方的那種韻味 東方的那種精神 我覺得一個設計師 本身就要有這種 接受挑戰的精神 簡單中更能激發創意火花 為了地球資深前輩 陪伴後期織繡 堅守初衷 準備迎向更多的五年 大一新聞小智傑 張俊偉 台北報導